現在我來談訴求五 請農委會經援委託平東縣政府成立 許室市電料豬舍補導小組 演題改建為許室市電料豬舍補助農油金額 積極補導推行作為其他縣市的借金 切水主委揚書 盟委會許室所這一群人還在睡覺 在於1985年的5月 我曾經參觀日本西蘇卡養豬試驗場的木屑注射 回到台灣以後 我就先做一些以台灣平面試注射做禮藥測試 那麼在1987年正式提出研究計畫 開始電料豬的注射 當時叫做金尾注射的研究 那麼在1991年大致完成弱注射階段 那麼至於芬眠補易載注階段呢 是在1992到1995年間完成 那麼於1997年我快要離開休市所之前呢 改建有安仙已經廢棄的注射舞動為 休市市電料豬場進行副市外 其間也在雲林縣二輪鄉洋漬農油豬場 進行田間試驗 演技團隊的前後全部有15名 那麼發表演技論文6篇 對於虛市市電料注射來源 可以說非常成熟 進行參與 敘事市電料注射檢測這本書 我們現在我來報告 敘事市電料注射的研究成果 大概如下 第一個 自然不必清洗注射 保留全部出混尿 特別是尿灰 不必做污水處理 可達到全年沒有排放水 第二個 減少飼料浪費 一頭呢 一頭的肉汁呢 是4.8% 大概相當於11.5公斤的飼料 此外 電料船混合物質含水率呢 假如保持在40%以下 絕對沒有惡錯發生 所以不必使用事物助盡 另外 冬季有保暖作用 出食豬的增重快適 夏天呢 沒有日扁 目前是豬色高溫的缺點 另外可獲得五熟堆肥 一頭肉汁呢 是80公斤 所以要搬運啊 施肥都很方便 另外 宰支的三個禮拜 五熟年 八熟年的育成力 跟增重呢 都比傳統的分免藍 分免出色要好 除了這個以外 電料除了稻殼木屑 我是用稻殼木屑做的 除了這個以外呢 金堆肥化的電料 以豬分料混合物 還有乾淨的紅土 那是不含砂石 四枝要經過絞碎 肉葉花草要不含絲 狗皮不含絲 要絞碎 都可以用 那麼 菇蒜米頭肉汁 需要五十公斤的電料汁 這個是肉汁分別 另外 平面式製作改建委 修飾的電料汁製作的時候 可以節省 肉汁生產食品 我在2009年發表呢 很保守的估算 是九百元以上 大概一千元以上 由上司研究存果 可以知道 去世日電料汁製作 確實可提升 臺灣養豬產業競爭力 可惜研究存果 不能沒有在環保水 1987年成立 公布去產業放流水排放標準 養豬農友 開始 行建 蓄粉料處理 設施 三段式處理方式 以前完成 是最大的障礙 所以要改建 原有株設為電料素株設 必須發揮金錢 因此 必須得到政府輔導 補助才能普遍推行 由於屏東縣環保局 如台影局長 關心屏東縣 養豬產業 曾經帶領 局內同事 參觀虛世所電料室出廠後 肯定虛世室電料室注射的研究 研發成果 很熱誠地 於2016年8月26日 在屏東市 辦理序世室電料室注射新書發表會 因此 我建議農委會 經援 委請 屏東縣政府 成立序世室電料室注射輔導小組 原體改建為電料室注射時 合理補助金額 集體輔導推行 作為全台的借金 再次強調 改建現油注射為修世室電料注射的時候 確實可以提升養豬產業競爭率 也可以應用於牛羊肌 再三強調 如果確實,怎麼會養豬 加上在大道化 加上大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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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